哎,他们总算回来了 啊,这有什么 不打招呼就消失的记录保持者在这儿呢 不知道你骄傲什么 这下人都齐了 那我就直入主题 关于你们上次说的星河 还有在上层区的遭遇 这两位年轻人 又从头帮我捋了一遍 上次见到可可丽娅 她还是个做派强势的小丫头 没想到当上守护者以后 只能说我对你们的遭遇表示同情 放心吧 地伙不会干背后捅刀子的事 虽然你们的计划 跟矿工喝醉以后的胡言乱语差不多 但至少指了条路 下层人早已无路可走 事已至此 我宁愿在你们身上赌一把 放心吧,大叔 我们会证明你没心作人 也不是矿工喝醉以后的胡言乱语 好 那就把目光放得现实一点 你们几个想知道星河的下落 而我们地伙想解除下层区的封锁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都是十瓦罗 不解决那个大佬 后面的东西都是废话 心理后兵 还是先考虑和平沟通吧 你俩说的都有道理 我们当然想尽量和平解决问题 避免损失 但是假如情况有变 那我们也得时刻做好使用武力的准备 地伙多次尝试跟十瓦罗接触 但每次都被拒之门外 那家伙压根儿不打算跟我们对话 以我们的实力 来应的风险极大 十瓦罗的机器人不怕牺牲 我却不想拿下层百姓的命冒险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的到来 让十瓦罗也承认出现外来变量 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虽然不清楚原委 但也许你们有机会说动它 那是最好 瞧咱们这小算盘打的 想的是真美呀 等你们真到了十瓦罗的地盘就懂了 这地下从来就没有那么顺利的事 怎么说铁尾丫头 我们这一圈人里 就你没有必须跟十瓦罗死磕到底的理由 我倒想听听你的打算 下层区也是贝洛伯格的一部分 如果十瓦罗的存在威胁到了这里的居民 我当然站在你们这一边 很好 不愧是要接过守护者担子的姑娘 觉悟很高啊 既然我们统一战线 就没必要再耽搁了 走吧 我安排了向导带你们去找十瓦罗 地火一向跟十瓦罗交恶 跟着你们只怕引起误会 帮了盗盟 我们会在不远处待命 如果事态不对 地火立刻赶到 铁尔 再带外来者朋友一程吧 交给我吧 头儿 虎克 是你 这我是真的没想到 原来如此 岩鼠岛也是地火的 是我漆黑的虎克没错 找我有事吗 小朋友 应该是误会 是我呀朋友们 奥利格派我来给你们带个路 实在太让我伤心了 你们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想到了 却没想起我 行了行了 计较这个干嘛呀 我倒想问你 地火谁都知道 十瓦罗的老巢在哪 要你这个向导干嘛 嗨 树叶有砖功呗 地火虽然知道 十瓦罗的根据地在哪 可从来没进去过呀 你进去过 呃 没有 但那机械居落上下我摸了个遍 收集了不少线索 保证能帮上你们的大忙 哦呦 这叫什么话 你们仨能跟地火打上交道 不是多亏了老桑伯引荐吗 天地可见 我桑伯真是一片热忱 行了行了 我们信你还不行吧 快点带路吧 嘿嘿嘿 好嘞 那你们可跟紧啦 好沉的大门 哼 好嘞 看我的 芝麻开门 那是什么 密码吗 童话故事里的口令 在这里不可能奏效吧 我正想说呢 三月小妹妹就来了这么一段 我告诉你们吧 这道大门的机制我已经搞清楚了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出入史瓦罗大佬的地盘 想见他的人必须拿到认证 认证 没错 只有获得认证资格的淘金者才能进出 史瓦罗的淘金者在地底到处收集机械残骸 带给史瓦罗修理 老实说啊 这真是无本万利 我要早想到这一手 嘿嘿 那就是科斯基大佬 少扯先话 上哪去搞这个认证 简单 看见流浪者身边的机器人了吗 那都是史瓦罗的眼线 是照他的指令专门在这维持秩序的 除了监视小惠惠们的一举一动之外 他们的另一个职责就是提供试炼 凡是想当淘金者的 都得通过这些铁螃蟹的测试才行 我哪知道 我又没打算进去跟史瓦罗大佬此刻 要进去的是你们 自己找机器人问个究竟呗 就是这家伙吧 看上去 这破玩意儿还醒着吗 啊 吓我一跳 协议启动 开始扫描教研 人证失败 隔体微获得防温权限 开启 试炼 诶 这 这就开始了吗 试炼 第一步开启 倾听梯 内燃机说唱大赛的总冠军是 什么内燃 什么说唱 这 桑伯 你知道答案吗 我桑伯当然 不知道了 你这人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嗨 我又不是全职全能 消息得靠打听的嘛 别慌别忙 去周围听听流浪者在聊什么呗 说不定有惊喜呢 请回答问题 内燃机说唱大赛的总冠军是 回答正确 认证结果 成功 生育所需认证书 二 请 伸出右手 右手 诶 你想干嘛 诶 疼疼疼 原来这就是认证标记嘛 不错 还差两步 走走走 协议启动 开始 啊 每次都要重复 这 啊 这个铁疙瘩在说啥呢 这家伙好像脾气很差的样子 真烦啊 快点结束吧 你们拿到一级人正美 没拿到就别来浪费时间 你说这个 呃 你看 是是是 醒醒醒 我要出题了 给我听好了 提问 为警单元应当介入哪个灵间 扰命扰命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给你们认证 嘿嘿 这才像话嘛 来 把右手伸出来 哎 怎么又是我 很痛的好不好 哎呦喂 疼疼疼 醒了 这下就差一步认证了 你们快走吧 让我 来 啊 不管怎么样 先让他识别一下之前的认证吧 这家伙怪怪的 铁医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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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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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试试 重置她的系统 认证系统已成功上线 起 唉 又要跟姑娘遭罪了 唉 这下怎么比之前还疼啊 唉 还好这是最后一步了 这下咱们就能进去了吧 嘿嘿 史瓦罗的认证机制也不过如此 这玩意儿到底好不好用 快点回大门那试试吧 尸马 开门 瞧 桑博有用吧 奥利格头早就 对对对 多亏了你 我会跟首领表扬你的 现在少说几句吧 唉 好吧 我就叮嘱一句 这后面可就是未知的领域了 各位可千万小心翼翼 注意脚下 走吧 去找史瓦罗把事情说明白 喂喂 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看结构好像比刚才的门还复杂 啊 桑博 这是怎么回事 桑博 人呢 唉 哪家户跑哪儿去了 明明刚才还在啊 习以为成了 又是那种机器人 难道想见史瓦罗还得通过 发现史瓦罗大佬的访客协议 启动 开始 又要动手了吗 好啊 我随时奉陪 认证失败 个体未获得访问权限 请求被拒绝 请访客向克拉拉小姐 申请访问权限 克拉拉 啊 是咱们在大矿区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还究竟是什么来头 权限还要问她申请 家人 我不是很懂 别烦恼了 我们去找克拉拉吧 我并无把握 但事实无妨 克拉拉现在在哪儿 正在调取音频资料 请稍候 能源核心的轴肠坏掉了 要是不能赶紧修好的话 聚落就要变得黑咕隆咚的了 提米 我要再去一趟卯丁镇 看看有没有可以回收利用的元件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帮克拉拉开收好大门哦 录音调取结束 继续执行克拉拉的命令 又回去了 唉 真没想到 这才隔了多久 咱们又得回去找人了 啊 原来你们之前是去别的小镇观光啦 哼 怕是没你想得那么轻松自在 一想到那个小姑娘独自进入猎界 我就有点担心 虽说她不像外表那么柔弱 但还是 你看着也很柔弱啊 唉 赶紧去找她吧 史瓦罗还在门后等着咱们呢 果然 那边有个大家伙 克拉拉也在 得赶紧去救她 上吧 这次我们人多势众不用害怕 你没事吧 克拉拉 受伤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果然不该放你一个人乱跑 实在太危险了 话说回来 你在这里找什么 基地的功能装置出了故障 要是不快点把它修好的话 去路里的大家就都要遭殃了 我知道这座镇上有一家工坊 所以就想来找找看 需要的元件都找到了 但是却不小心撞上了怪物 还好有大家出手相救 克拉拉会把这件事 告诉史瓦罗先生的 咦 大家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要找史瓦罗先生吗 克拉拉可以帮你们带话 不行 这次我们得跟他当面聊清楚 你能带我们去见他吗 可是 史瓦罗先生一向不喜欢和其他人沟通 尤其是地火的各位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已经逃避谈话太多次了 这回 我们坚持要见到他 大家都是在为下层去的人们努力 但是史瓦罗先生不相信人类的情感 他只相信计算的结果 所以 我不能带大家去见他 如果你们和史瓦罗先生起了冲突 肯定会有人受伤的 无辜的人们也可能被波及 你这孩子 克拉拉 你上次说过吧 史瓦罗的职责是守望下层区 存护这里的文明 如果我们抱着相同的愿望谋求合作 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了解史瓦罗先生 他是不会被人们的愿望触动的 他只遵从理性的判断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他看来 地上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根据史瓦罗先生的计算结果 只靠下层去人们的力量 不可能阻止灾难的降临 他的应对方案 是为了让下层的人们 能远离灾难的源头 多生存一段时间 那不就是把我们关在笼子里吗 可笑 横竖都是一死 早两天晚两天有什么区别 连尝试着挣扎一下都不行吗 克莱拉一定会回报大家的 那个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克莱拉还有重要的事 就 克莱拉 汐儿 别说了 那孩子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 我们得再想想办法 那孩子可真不一般呢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 固执 不对 聪明 他把事情看得透彻 而且有自己的坚持 这两点都跟三月截然不同 唉 你非得加这最后一句吗 看来 想和史瓦罗本人搭上话 还得先过克莱拉这一关 绕过克莱拉和那道门 史瓦罗只会把我们识别为入侵者 更不会给我们好脸色 机器人也有脸色呀 克莱拉反复提起史瓦罗的计算结果 只靠下层去的人们 不可能阻止灾难降临 这是他的原话 依我之见 突破口就在此处 你的意思是 那个机器人的逻辑里有漏洞吗 不 他的推算很准确 星河带来的麻烦 靠地火现有的力量 是不可能解决的 不过 他的计算落后于现状了 新的变量还未加入算式 没错 假如能让史瓦罗相信 我们的确能够颠覆计算结果 就有推进和谈的希望 但是 要怎么证明呢 这回光拿照片出来 怕是不够用了吧 怎么会有办法的 现在 首先要说服克莱拉 她应是直接回机械聚落了吧 我们也跟上 怎么会 想不明白 大家 果然还是跟来了呀 但是 就算这么说 你在修理这台设备吗 可莱拉 是否遇到了瓶颈 诶 大哥哥怎么知道 这两处的线管部件 尺寸和磨损程度 明显和设备本身有差别 应该是你刚刚替换掉的吧 虽然被换换了受损的原件 虽然替换了受损的原件 但设备却没有照常重启 但设备却没有照常重启 你是否在为这件事哭闹 嗯 可莱拉绣过很多东西 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复杂的装置 史瓦罗呢 他怎么不出来帮你 我不想惊动史瓦罗先生 因为设备是被两个流浪者叔叔 不小心弄坏的 如果被史瓦罗先生知道了 他肯定会很生气 可莱拉 太过善良 可是会被坏人利用的 嗯 我或许找到问题所在了 虽然替换了线管 但它的轴承错位阻塞了 你们来帮我一下 合力把这东西修好 又要修东西了 我现在可是青春熟路了 哥哥姐姐 真的能把功能装置修好 放心吧 绝对能搞定 别问了 赶快过来搭把手 啊 真的亮起来了 谢谢大家 这下 聚落里的能源问题 应该暂时解决了吧 嗯 这样的话 外圈的大家 就不用担心失去光和热了 嗯 可莱拉明白 你们帮助了很多矿区的商员 而且还冒着风险去镇上找物资 大家都是热心的好人 如果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莱拉一定会努力的 唯独这件事 嗯 嗯 究竟该怎么说服他 嗯 究竟该怎么说服他 变亮就是 我们的到来 十几年来 十几年来 首次有外人进入地下 可莱拉 你很擅长观察的对吧 你看我们三个 像是下层去人吗 嗯 只看外表的话 确实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那就对了 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在史瓦罗的运算里 并没有我们的存在 如果他的计算基于只靠下层去的人们 那么得出来的结果 已经不是用于现在了 史瓦罗的计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在很久之前 听说是上下层去刚封闭的时候 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一位铁卫来到了地下 这件事在史瓦罗的计算中吗 更何况我们 史瓦罗大佬的算法 根本不可能把我们这几个变量囊括进去吧 别的星球 请 请不要把克拉拉当小孩子 那些故事 都是大人们想象出来的 克拉拉知道 他和三月没有撒谎 克拉拉 我相信他们 Bronia姐姐也 我理解你的心情 克拉拉 你也希望下层去的情况能有转机 但同时 又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对吗 我的脑海里也存有疑问 但是直觉告诉我 三月 丹恒 还有他 他们三个 就是这个世界的转机 让他们和史瓦罗见上一面吧 看看计算结果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与你 与他而言 这么做都没有什么损失 不是吗 啊 我 知道了 我会带大家去见史瓦罗先生 真的吗 太好了 嗯 克拉拉想明白了 只靠克拉拉一个人的力量 想改变史瓦罗先生的想法 要画上很久很久 就算等到克拉拉成为大人的时候 也不一定能有结果 在等待的时间里 大家会生病 会失去家园 还会不断的发生争动 我不想让事情变成那样 如果大家有信心说服史瓦罗先生的话 克拉拉也要表现得勇敢一点 大家 请跟我来吧 Bronia 没想到刚才你会站出来挺我们 说得也太好了吧 哪有那么夸张 我只是 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我回来了 Pimi 欢迎回来 克拉拉小姐 Pimi 帮我开门吧 我想去见史瓦罗先生 检测到外来人员 是否放心 没关系的 他们都是克拉拉的客人 指令已收到 门禁终端已解锁 欢迎回来 克拉拉小姐和客人 我回来了 史瓦罗先生 我看到聚落的功能系统重新上线了 谢谢你 克拉拉 但是 你为什么要带他们来 史瓦罗先生 有关前往上层去的事情 他们想和你谈谈 我看到 正在分析 分析 结果 目标不属于地火组织 背景 不明 分类 未知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这个份上 还遮遮掩掩什么呀 和他摊牌吧 成败都再次一举了 有机载的历史中 人类曾数次尝试与星河接触 无一例外 他们处于人类的私欲 企图将该物质占为己用 著成者的指令 任何尝试与星河接触的行为都将造成严重后果 重新评估中 目标威胁之数 达到最高 怎么办怎么办 这情况看着不太妙啊 目标展现出的敌意 大幅超出基准值 和平维系协议 暂时终止 申请启动剿灭协议 搅 剿灭 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河滩破裂 三月 准备迎战 施瓦罗先生 请不要 克拉拉 离开这里 克拉拉 危险 快找地方躲起来 最后还是得动手啊 原刑机三号 监督机器 施瓦罗 殲灭协议申请状态 已通过 允许殲灭 等 等一下 请不要伤害施瓦罗先生 克拉拉 你 施瓦罗先生已经没法战斗了 请你们 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克 拉拉 施瓦罗先生 请不要再逞强了 能把你了解的事情 告诉大家吗 施瓦罗先生说过 你愿意为我实现每个愿望 对过去这段时间 克拉拉学到了一件事 计算得到的结果 并不一定能带给大家幸福 就算知道龙子外面的世界 并没有多美好 人们也还是想把头 探出去看看 评估系统重启中 重启成功 正在转化变量 变量一 克拉拉的诉求 变量二 外来者的动机 评估结果更新 将决定权移交外来者 并允许访问星河相关的信息 这就算成功了吗 幸好有克拉拉在 施瓦罗的冰冷逻辑 似乎只会对他望开一面 希望他的记忆库里 确实藏着和星河有关的数据 这就结束了吗 那他 我们 地火 还有下层去 不对 汐儿 我们 还有他们的战斗 都才刚开始而已 终于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 怎么 你紧张了 与其说是紧张 不如说是 胸口有什么东西 在剧烈作痛 我准备好了 去揭开真相吧 我会在旁边听着 与星河相关的数据和录音记录已经整理完毕 是否立即调用 外来者 申请调用数据库资料 编号13175 加密级别最高 资料调用一批准 现在播放 多年的研究结果就摆在你的眼前 守护者大人 证据已经确凿了 那个所谓的星河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民众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不是 如果让他们知道 是伟大的阿里萨兰德启动了这个东西 让这个世界被韩朝覆盖 真相大人 真相不会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改变 你面前的研究报告 是贝洛伯格最优秀的学者们的汗水接近 你必须相信他的权威心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 博士 相反 我对你们得出的成果深信不疑 从我登上这个位置的那一刻起 那个声音 他们的声音 就寄宿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缺 我不该跟你说起这个 还是说回你们的研究吧 我不可能将这些研究报告公之于众 不是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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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什么 大人 我再听 除非你们能找到 彻底摧毁星河的方法 我明白了 以存活的名义 我一定不辱使命 13175号资料播放完毕 接下来播放 资料编号24830 我不明白 博士 为什么要把那些宝贵的研究成果藏起来 那些可是你毕生的心血啊 你还年轻 孩子 总有一天 你会懂的 大守护者 他比你我都想的更深远 所有决定 都是为了贝露伯格的安宁 我只是觉得 遗憾 我们的研究陷入了瓶颈 您的成果又只能被雪藏 不必遗憾 孩子 你还有很多时间 等你们找到摧毁 摧毁星河的办法 我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24830号资料播放完毕 接下来播放 资料编号 57614 这是 这里为什么还有个机器人 这是米尔斯海默博士生前的贴身机器卫士 据说 是从大战期间一直留存下来的原型机 自从博士跟他的助手去世以后 他就一直停留在这里 一步都没动过 哦 原来如此 我开始走吧 一定要把博士的研究成果全都找到 找到了 守护者大人 所有文献都在这里了 嗯 很好 就这样吧 守护者大人 是一个大家伙 我们拿他怎么办 哦 销毁的话 未免过于浪费了 找人重置一下他的系统 然后把它安置到下层去吧 我听说开拓团正确有自卫功能的机器人 是 大人 抱歉 博士 但这些成果必须由助成者亲自管理 有照一日 一定有人能完成你们的一员 五七六一四号资料播放完毕 数据展示结束 这下 就真相大白了吧 而且从现如今的情况判断 他们知道最后也没能成功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可可利亚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 我 我 我没事 我只是 感觉有些头晕 不知情 母亲大人 为什么 也许 也许他不知情 别再骗自己了 Bronia 该到你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能来跟我聊聊吗 能来跟我聊聊吗 大家都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 但我们还是得尽早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卢西 通往地上的道路 现在近在咫尺 谢谢你们 是你们的努力 让下层区重新看到了希望 现在 现在我们只能祈祷 但愿这次希望 能通向 这次你真得感谢桑伯了 多亏了他的情报 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赶到 我作为地火的首领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 为下层区奋战 自己却在一边见死不救 所以 那塔莎医生才是地火的首领 那 那为奥利格大叔他 他 奥利格他一直以来都在做我的代理 帮我处理下层区明面上的各种事物 多亏了他的勤勉 我才能挤出时间来打理下层区的名声 你们的出现 推翻了我筹谋许久的计划出行 为此 我更该对各位表示感谢 论计不论息 是有这么句话来着 如果下层区能重获自由 人们自然会把你们视作英雄 但现在虽然使瓦罗不再封锁卢西 地下的人还是不能贸然涌入上层去 那个冷血的大守护者 用谎言和手腕将上下层隔开 如果被他发掘了地下的变化 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对于地火来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养精蓄锐 当然 这点您我都信之肚明 所以 我想让我最信赖的人和你们同去 汐儿 在你们面前可能没表现 别看汐儿平时大大咧咧的 她心里其实有一面镜子 汐儿擅长侦察 而且思维敏捷行动果断 从史瓦罗那儿得到的信息 似乎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有汐儿在她身边 她一定能缓过来的 你很久没有休息过了吧 我听说了 从卯丁镇回来以后 你们就一直在为了见到史瓦罗东奔西跑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就这么垮了可不行 史瓦罗和卢西 就先交给地火吧 你们该回去好好休息一番了 如果运气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也许明天你们就能回上层去了 下层的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可以去找星河啦 不过回想一下 感觉有点对不起科拉拉 我们本来答应她 跟史瓦罗和平交谈来着 你尽力了 不用有负担 事先考虑不周是我的疏漏 况且那时是蛇瓦罗先动手的 没别的办法 我不是让你们抢着分锅啦 我好了想 现在的结果也很不错啊 所有人都知道 星河是罪魁祸首啦 大家都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任务进展 顺利极啦 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 比如 正是 我们缺少星河的具体坐标和方位 和可丽亚态度的突然转变 也非常奇怪 现有的线索 还没法完整地拼凑起来 梦 哦 记得你之前也提过做了怪梦什么的 三次梦境都是相同的场景 都包括可可丽亚和另一个声音 要说是巧合也太怪了 我在想 或许这些片段并非无序的空想 其中会不会有某种规律 只有你一直反复做这样的梦 原因是 是 它体内的星河 我是怎么猜想的 但无法证明 唉 那等于没说 所以 咱们回地面以后该怎么行动呢 咱们说了半天 特别激动人心 可好像 啥结论也没得出来 拒杀成塔 先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找地火的人一起研究吧 何况 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没有交流过 他和可可丽亚的联系 没准会是破局的关键 继续 特别 特别 也不动